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小柯在动物园的最后一天了 会有什么任务等着他们呢 今天的天气这么好啊 不知道这个任务会不会也像天气一样 让人感觉到这么舒服 小熊体检 你怎么想 小熊 我觉得小熊还挺可爱的吧 应该还不会到那种要养人的岁数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小熊的黑风掌 这个任务有点难 那我们快去黑风洞 跑马岭动物园中有几只可爱的小熊 它们生活的地方在入园的不远处 受到了游客的喜爱 这些小熊都在半岁至一岁左右 不要看它们小就觉得没有危险 其实它们依旧是猛兽 医生会定期给它们做体检 监控它们的发育状况 这么近距离的接近猛兽 会发生什么呢 您好 完成 这家伙吃的还挺美的 我们站在这安全吗 他不会攻击我们是吧 好好站点吧 他好像还行 我看着他大概有多大了 没睡多 他叫什么名字 悠悠 悠悠 悠悠你好 他是一个什么熊 蚩熊 牧熊 牧熊 他的品种是叫什么 黑熊 来完成任务给他体检的 然后我看这纸标也都写在这 具体有什么内容 身高体重 心跳 体温 咱们一向向来 越往后越难 我们一起同力合作 你完不成的全部交给我 好的 找到了卷取 两人就开始合作 给悠悠量身高了 你这样 你在前面正面是吸引他 我在他后边好不好 对 但是你注意到 不要让他伤害到你 两人的合作下 身高开始凉出来了 好 我刚才凉了一下 他的身高是在1米18 当然了 如果能更贴近凉的话 可能会更精确一些 身高是118厘米 体重呢 我来帮你计 然后呢 你来去把它抱到体重秤上 行不行 不行 那还是我来 好嘞 这样 我还帮你完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我帮你看树 行吧 我看树 经过一番准备 简易的棒秤安装好了 这个环节 饲养员决定帮助他们把优有抱到体重秤上 然而这时 却发生了意外 由于简易的棒秤最大的负荷是30千克 一岁多的悠悠已经超过了这个体重了 这该怎么办 那怎么办呀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感知能力把它包起来 大概颠一下有多重 在饲养员的同意和帮助下 冠染成功地抱起了小熊悠悠 我刚刚竟然是抱起了一只熊 我觉得它应该大概有35公斤 熊类的心脏和人类的心脏 位置是一样的 都在身体的左侧 侧小熊的心跳 我们没法像人那样通过计算脉搏得到 只能直接用听诊器听心跳 那个 那这怎么办呀 这凉的时候 你要从正面接触它 从背面 背面 就那边 那边 好 停 多少下 我大概数应该是有八下 多少秒 八下 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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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下 六八四十八 一分钟四十八下心跳 我刚才听的时候 它的心脏是动动动动动动 就是非常的平缓 可能和我真的是反差比较大 黑熊的攻击力不容巧去 从它们的利爪和牙齿都能看出来 虽然悠悠才一岁 真正站在她旁边的时候 还是有些吓人 如何用这种水银温度计 准确测量熊的体温呢 你手不要不要 手脚一直在这里坚持 坚持多长时间 三到五分钟 OK 要那么久吗 饲养员给了悠悠一个胡萝卜 转移她的注意力 好让怪然把温度计放在她的腋下 并保持不动 让她觉得我没有攻击性 如果我这样忽然动作很大的话 这个野生动物可能会有一些本能的反应 龙鸭在这几分钟内也没有闲着 因为悠悠的站立状态非常好 她还是想给悠悠再次测量一下身高 13 1米13 1米13到14之间 更改完体板上的树值之后 那边的灌燃也到了时间 已经快四分钟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时间 现在是三分半 游游还是非常的乖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度 他们得到的树值是在37.5度左右 但是这四个树值是否准确呢 来 邮请我们的这个兽医 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答案 是不是比较不合要求 来 这边请 这个身高 身高1米13 这个差距不是很大 我的测量就是在1米12 1米12是吧 你看 后来咱们又精确了一下 不然的话会差6厘米 你是把他脑袋毛按下去量了吧 当时我们测量的时候 是有一个压板 体重 体重的话 这个空筋应该是稍微小一些 稍微小一些 主要是刚才我是靠我 我给他抱起来嘛 对不对 第一次一个陌生人把他抱起来 您对我这种行为 是出于怎么样的一种点评呢 按说这个野生动物来说的话 尤其是熊 它比猛瘦 情形的比较凶猛一些 相对来说陌生人 最好是要少接触 不合并的距离 所以说 他那种行为就 一个是我赞赏你的勇气 你比较大胆一些的 你用了算是侥幸 最好不要 最好是 你自己的安静表想 那应该标准体重是多少公斤 这边体重是73斤 好咱看心跳 这个心跳我是有点 没有太大的把握 因为毕竟这个拿听诊器 而且外面的环境很乱 主要是心里太紧张了 这个对这个动物来说 它们平时的心跳 我还体温 所以每天的一个 这个时间 什么的 它都是在变化的 包括一家动物 它年龄的大小 还有它 是否激动 那他说这话 说心里很平坦 是否激动 还是否做过剧烈的 都会有影响 对 而且比如说你陌生人 他就可能有恐惧 或者什么 他也会有变化 是的 一般我们这个刻心跳 并不是一次性 就测出来的 是三到五次 三到五次 你间隔多长时间 稍微有一个短暂的间隔就行 然后求一个平均值 取一个平均值 那你们的平均值是多少 我们的平均值应该是在四十三下左右 四十三下左右 那也不多 咱们最后一项体温 这个就算是张大胆 内心也害怕 不容易啊 举了四分钟呢 快 体温我们测的是三十七度九 我们这个体温呢 实际上是按正常的话 是测直肠的温度 是精确的温度 测直肠 我们测的是一个腋下的温度 对 本身就一定的误差 是的 这个我们俩也不太方便 给它测直肠 当然我说的这个温度 也是给它测的腋下 因为它在正常状态下呢 所以它也是一种刺激 相对来说 就是一个大体的一个 对它一个评估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任务 算不算圆满完成 算是圆满完成吧 尤其赶上它的腋 谢谢 完成了就好 动物园中的小熊这么可爱 可是四川的黑熊救护中心 却有一大批熊等着我们去解救 又有一卡车黑熊从非法养熊肠被解救出来 作为饲养组主管 王上海总是冲在最前面 指挥大家把装熊的笼子卸下来 然而这一次 他感觉与前几次似乎有所不同 笼子里的一头熊 看起来异常暴躁 为了防止黑熊伤人 王上海和他的同事 小心抬走熊龙 没有想到 竟在另外一个笼子里 发现了两头小熊 很显然 刚从阴暗狭小的养熊场出来 对于环境的改变 两只小熊还不能适应 他们在拼命挣扎 对于人们递来的水果也只是被动接受 他们似乎很迷茫 难道等待他们的 还是被常年抽取胆汁的命运吗 这只异常暴躁的母熊 就是这两只小熊的妈妈 面对身边这么多陌生人的侵犯 她表现出来的就是敌对和焦虑 黑熊也叫亚洲黑熊 分布在从伊朗到日本的整个亚洲地区 胸前有一块白色或黄白色的月牙形斑纹 所以也叫月熊 由于他的眼睛很小 在我国东北地区 人们又把他称为黑瞎子 他属于国家二类保护动物 因为人们对熊胆中药成分的过分崇拜 这些本应自由生活在山林中的勇猛动物 却被人常年囚禁在铁笼中 在腹部插着导管 源源不断的获取胆汁 母熊和他的两个孩子 真的能摆脱地狱般的生活吗 面对笼子外的工作人员 母熊一直很暴躁 或许生活在痛苦的抽胆环境中太久 他对人充满了敌意 来到救护中心的母熊 身体到底如何呢 拯救黑熊活动 是亚洲动物基金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以及四川省民野厅 共同发期待 黑熊救护中心 主要拯救被抽胆的黑熊 手艺们是来自国外的志愿者 有着专业救助动物的经验 他们和中国的饲养员一起 救助黑熊 母熊由于常年被抽取胆汁 存在严重的腹部感染 必须动手术切除胆囊 这是抽胆熊最常规的治疗手段 大家都不能想象 常年被抽胆的他 又是怎样孕育 这两个熊宝宝的 面对妈妈的离开 这两个小家伙还不适应 但他们还不能马上走出铁笼 还需要一段隔离期 来到这里的熊都会有个名字 他们小姐妹就叫小桃 和小气 妈妈叫星光 为了拯救母熊星光的生命 经验丰富的兽医们决定 立即给他实施胆囊切除手术 很多被解救回来的黑熊 都没有熬过这一关 死在了手术台上 还有的死于手术后的恢复器 志愿者们都不希望 小桃气姐妹的妈妈 也有那个命运 兽医们给星光摘取了被感染的胆囊 没有想到手术过程异常顺利 可是星光还不能立即回到孩子们身边 他的脾气很暴躁 他不停在摇头 这是长期囚禁的后遗症 由于笼子狭小不能自由活动 熊只能鸡血摇头 属于心理疾病 星光被安置在隔离区 等待伤口恢复 星光在隔离区的铁笼里 依旧重复着摇头动作 尽快让星光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 是拯救星光的最好方法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恢复健康 小淘气姐妹俩也在焦躁不安中 等待妈妈 让志愿者们感到高兴的是 小淘气的妈妈星光 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非常好 出乎大家意料 他俩今天就要搬到妈妈所在的新家了 好几天没有和妈妈在一起了 他们能再互相接受吗 工作人员怕发生意外 让他们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两个笼子隔着铁栏杆 看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妈妈似乎闻到了孩子们的气味 奔了过来 他们一家三口真的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他们要在康复区住上一段 才能走出熊社 小淘气一家也逐渐走出抽熊版的阴影 对人们友好起来 他们快乐的生活 让远离城市的黑熊救护中心 增加了许多叫声 黑熊在救护中心会受到很好的照顾 动物园中的动物也同样如此 今天二位体验者的下个行程 便是非洲区 这里会有什么任务 等着他们呢 来吧 看看这个 看看咱们的下一个任务是什么 给长领路剪指甲 这怎么剪啊 偷一次听说 长领路用剪指甲 那不是旗子吗 不太明白 现在就问了吗 走吧 到了长领路 还是上回就行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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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面了 您好 跟您说 我们今天又接到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给这个长领路剪指甲 我们俩刚才一路也想不明白 这他为什么要剪指甲 一头雾水啊 这个洞性 这也长了 它影响活动 影响活动 影响活动 对 踢得要大了 它有重量 它抬不起来 跑不动了 活动量越少 你得影响食欲 头上影响整个身体健康 明白了 那您就教我们一下 怎么给长领路剪指甲 行不行 行 我喊了我搭档 给你示范一下 长领路的脚蹄 如同我们的指甲 会不断的生长 如果不及时修剪 可能会伤着他自己 要是这么个大高个摔倒了 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所以副师傅会定期给他们 修剪指甲 可别小看了这修题的工作 一方面 由于长颈路体型巨大 修题的工作量不小 另外 修题的过程 必须要得到长颈路的配合 才能顺利进行 这就需要饲养员和长颈路 建立长期的信任 我们的体验者 行不行呢 这是我们的工具 这不砍柴用的吗 这个不是砍柴 这是特制的 咱们给长颈路剪指甲 剪指甲 那这地毯是干嘛 还要铺一个红地毯 绿地毯还要走一下锈 二地是钢琴固已经涂的 容易把这个剪的特制 换阵一下是不是 换阵高 铺一下 童鸭你看啊 这个给长颈路剪指甲 得用斧头 跟咱人就是不一样 是是 因为它踢得很硬 用剪子你也剪不动 虽然长颈路看起来很温顺 但是它提子的力量不容小觑 动物园为了能方便长颈路剪指甲 也为了保护饲养员 特意把围栏那儿流出一截 傅师傅铺上地心 让他的搭档想办法 把长颈路引诱过来 并且稳住它 就开始给主持人示范了 这个就是长颈路的指甲 对 一点都不丑 我这第一次拿到 这个长颈路的指甲 我如果我去切的话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你注意啊 不要切得太厚 中多是0.2厘米 0.2厘米 对 那就是说也就两毫米一片就可以 对 薄薄的一片啊 对对 这样我们俩人分头行动 我来切 你来去准备很多很多很多的草 好 因为我怕草少的 你还没有喂完 我这也没有切完 好 合适愉快 OK 加油啊 很多的草啊 龙鸭去准备草的同时 灌染在饲养员的指导下 用木头试试如何控制刀的方向 等都准备好了 两人就开始了 可是 他们能成功吗 跟着我有饭吃 快 往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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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吗 香吗 这个位置非常的好啊 龙鸭你保持住啊 这个厚度是可以的 是不是 有度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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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灌染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可能是它的角度不对 可能是长颈鹿还不信任它 而龙鸭也没法完全让它站定不动 天气越来越热 催龙鸭的信心和耐心 也要挥发干净了 你看它现在还是有点抗拒 但是马上就要切下来了 再让它往前一点就可以了 我不干了 那任务就失败了 那只能辛苦您给它捡了 这个忙我们也没有帮上 野生动物不是那么好接触的 动物园和救助中心功能不同 一个是动物的家 一个是动物的临时住处 但是这只突救 却要在动物救助中心一直住下去 2014年春节过后 沈阳猛禽救助中心 又展开了一次放飞任务 这次放飞的对象 是一只名叫肥肥的突救 经过了几轮轰赶 肥肥终于飞上了蓝天 这回估计是回不来了 肥肥的身影渐渐远去 这也意味着 此次放飞顺利完成 而正当大家准备收工时 异象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我就远处看着空中 打片的黑点 摄像机把它推上去 以后发现结果是它带了一群乌鸦 然后我上百只乌鸦 就回来了 回来老师里面一大发 我看得喂得起吗 赶紧买肉去 回来一直就是到了我们救助中心 它落到那个中间 旁边的树上就都是那些乌鸦 当时我记得好像我还开玩笑 说他告诉这些乌鸦 这块儿一帮傻的天天喂我们 快来吧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给他护送回来 你告诉他们这有吃的咋的 是不是 在周海祥的引导下 飞飞乖乖的回到了龙舍里 肥肥的归来代表着此次放飞失败 而这已经是肥肥第三次放飞失败 说起这个周海祥不禁感慨 他是我们这些志愿者 就是这几年我们救助了六百多只猛禽当中 应该说从经历上来讲 最坎坷历经磨难 然后几经生死的这么一次调 肥肥为何会得到如此停价 在此之前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年前肥肥因二次中毒被带回救助站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 肥肥很快好了起来 由于是野生土旧 因此不需要野化训练就可以直接放飞 可这第一次放飞还没开始就失败了 他呢就因为呢就说中毒和包括用药 结果导致呢就是初级肥完全脱掉 就最长的这种羽毛脱掉了 脱掉飞不了 就这样肥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突救 第一次放飞失败的肥肥被留在了救助站 开始等待换雨 而在换雨期间 肥肥又发生了意外 原来有一个马厩 马厩的前面就接出来这么一块是做我们救助中心的 有一次那个马厩着火 整个后边全烧毁了 烧毁前边的包括炒烟雕也好 打狂也好 这吓得都不行了 好在马厩的工作人员及时将大火扑灭 才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 肥肥又一次死里逃生 经过了半年的回复 换雨完成的肥肥很快进入了第二次放飞计划 可谁知肥肥却飞不起来了 无论大家怎么轰杆 它都是蹦着往前跑 怎么也飞不起来 最后就连狗狗都加入了轰杆的行列 长期的养呢 它吃得好不动呢 然后就体胖 到了二十三四斤 正常可能应该在十八斤到二十斤左右就可以了 结果呢 它就体重过大 就你拈着它蹦它蹦不起来 那这种状况当时决定带回来吧 两次放飞失败 无奈之下 周海祥只好给肥肥减肥 从一天九个剂头减少到两个 并每天对肥肥进行赶飞训练 从而加大它的运动量 减肥成功后的第三次放飞 便是节目开头看到的 肥肥不禁飞了回来 还带回来近百只乌鸦 大型猛琴 结伴的常常都是一些喜鹊和乌鸦 因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像土鸡也好 它们都是肉死的 肉死的呢 它们吃的是比较大型的猎物 吃不净 那么乌鸦喜鹊就跟着吃 伴随着春季的到来 候鸟迁徙期临近 这个时间放飞肥肥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不放心肥肥 周海祥决定给肥肥配带跟踪器 为了避免肥肥再飞回来 救助中心的人员将它带到了一百千米以外的湿地 进行第四次放飞 但是 lowering the heat 在过了部分 不过真的要是不肥肥的 今日一个肥肥太空 抹它有保败的 我就还不肥肥 然后这些肥肥担当尿道 然后就是比如说 很快,肥肥就摆出一副准备起飞的驾驶,但并没有飞走,像是在向大家道别。 在猛亲中,突袖的飞行能力相对较弱,他们不善于用翅膀的力量飞行,而是借助锋利起飞,因此肥肥一直张着翅膀。 做出一副准备起飞的标准动作,是在等待时机。 这次放飞终于成功,飞飞重返野外。 几经周折才得以放飞的飞飞,终于适应了野外,不再依赖人类,大家总算可以放心了。 而正当大家准备进行下一个救助任务时,意外再次发生。 我那个跟踪器啊,侧面还有我的电话,然后就按照那个给我打了电话,所以有一只大鸟,身上还有一个东西,我妈的这个电话找着你。 我说对,那是我们放飞的一只突救,我说你们就是不用管的,他可能不太怕人。 他说不是,他是趴在地上动不了的,那一看动不了,那赶紧去吧。 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翅膀断了,我把那个检查一下这个翅膀之后一看,就整个这个左翅膀完全断掉了。 又看了一下脚呢,就是没有这个开放性伤口。 但是那个我们带的一个那个脚环,金属脚环大扁了,然后就赶紧就带回沈阳。 肥肥被带到了沈阳的动物医院,医生决定马上给肥肥进行手术。 经历了两个多小时的手术,肥肥渐渐从麻醉中苏醒,可是周海翔不敢懈怠。 术后翅膀的恢复情况,直接关系到肥肥未来能不能翱翔蓝天。 他把肥肥带回救助中心,悉心照料。 为了弄清肥肥受伤的缘由,周海翔查看了肥肥的跟踪信息。 发现肥肥所在的地方有大量的锋利发电,而肥肥受伤时就在一个锋利发电机的斜下方,并且有近二十个小时没有移动过。 因此周海翔断定,肥肥是被锋利发电机打伤。 术后一个月,当再次对肥肥的伤势进行检查时,结果却不容乐观。 哎呦,我提,不行了,没涨,根本没涨,根本不行了。 你看你翅膀好了,但是你这两只脚都不行了,哪整啊? 他怀着一丝希望,再次将肥肥带到了动物医院,想征求医生的意见。 就这样,肥肥再一次上了手术台。 所有人都希望他能够好起来,哪怕有一丝希望,大家也不愿放弃。 这次手术后,肥肥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 周海祥知道,肥肥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位。 他再也无法像从前一样翱翔于蓝天,肥肥接下来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人。 他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 周海祥会不惜一切将肥肥一直照顾下去。 他更希望,通过肥肥坎坎坷的经历,让更多人了解,他们为何救助猛琴。 他说,猛琴也有琴。 秃鹿虽然被拯救了,可是动物园中还有任务,等着我们小科去做。 任务就在眼前。 希望这个任务不要像给长青龙剪断,是吧? 也不要像小熊体检那么危险。 对。 看看是什么? 军动作。 宝贝,该吃药了。 宝贝。 宝贝是谁? 我觉得啊,没有说出来,可能这个宝贝。 这个宝贝还要不能行。 咱们走着瞧吧。 找找宝贝。 好吧。 宝贝,宝贝在哪呢? 真的不知道哪的是宝贝。 我看都像宝贝。 看见兽衣了。 还有,那还有一只大宝贝。 你好。 又见面了。 我们今天知道的一个任务是,宝贝要不能行。 我们是要给哪些宝贝? 宝贝该吃药了。 哦,宝贝,对。 反正就是,北野的应该是应该。 反正我们就在找着宝贝。 是,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这个动物呢,就是他们有,我们平时给它配一个全价的一个饲料。 全价的? 就是一个营养的配餐嘛,算是。 哦,营养。 在对这些个体发育的,比如说正在成长的猴子,还有哺乳期的,还有那个妊娠期的,怀孕的猴子,我们都有需要给它一些别的营养。 就增加一些营养,比如说多维啊,还有那个维生素矿物质的这些味道。 今天我们给它喂一下主要是一些钙片。 钙片啊。 您拿着这个是什么? 我拿着就是这个钙片。 您刚才是不是也刚刚吃过? 对,我刚才品尝了一会儿。 我们看到你。 看出来了。 还留着这个白色的那个痕迹。 偷吃了。 葡萄糖酸钙片,应该有甜甜的味道吧。 来给我来一碗尝尝。 有股葡萄糖的那个。 你尝尝。 你来吧。 你尝尝。 你来吧。 你需要补。 要不能停,快快快,要不能停。 好吃吗? 吃大口。 真心的。 大口吃,香吗? 香吗? 你这样吃什么? 是不是要吃那个粉笔的感觉? 好难吃啊。 这个猴子能吃吗? 好苦啊。 让我吃一下啊。 来,来吃一个。 给,张嘴。 你看,我连我们摄像都吃过了。 看摄像嘴边还有一道白的。 刚才看来都偷吃了。 给这只小猴子。 这个肯定不会吃的。 他干嘛,拿走了还是扔了? 来。 我没看到他在嘴里。 你看能让他吃吗? 刚才我给他了。 刚才我给他,都放哪儿去了? 看这只啊。 拿着跑到上面去了。 扔了。 来。 扔了没吃。 咱们扔到里边地上两片,看看会不会来解。 来。 我现在深深的觉得惯然吃。 这打小吃的奇怪的东西真挺多。 又是吃牙膏,又是吃粉笔的。 我过来的吗? 但是真的特别的难吃。 就是你的嘴里边啊,就像嚼了一个粉笔那个沫一样,特别的干。 肯定不爱吃。 你又不吃,你拿那么多干嘛? 在嘴里了,在嘴里了。 又吐出来了。 干嘛呢,就是。 你也像我们男主持一样,从小爱吃粉笔吗? 吃了,就算吃了吗? 你看看,就吐了。 没有,没有,没有。 男的就是,玩了是吗? 对,他在玩呢。 我可能非常尝试一下,看还有别的味道到里面。 来,在你。 真聪明。 不是,他就不吃没办法,咱一想个什么其他招。 这种没有味道的钙片,不受小猴子们的欢迎。 他们想到猴子最爱吃的香蕉。 塞了药的香蕉,猴子会吃吗? 这么难吃,我觉得也悬。 你看那猴子往下扔它,刚才喂它那钙片呢。 你看,他拿开会打我。 来,你点吃。 喝,哎哟,喝。 拿香蕉走了。 哎,咱试一下,咱们蹭上那个香蕉的味道。 来。 不太行吧。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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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开始扔着了玩了。 他好像是把那个香蕉吃了,然后把钙片吐出来了,你这样。 蹭上一下,试试。 蹭一下,然后再拿出来。 对,再拿出来。 我裹点这个香蕉泥吧。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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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真恶心,天哪,哎唷,妈呀,天哪。 他肯吃吗? 我是不会吃了。 我吃过一次我就再也不吃了。 他好像... 又吐出来了。 你这还算好,啃了一点点。 哎唷,这只吃了,吃了,吃了. 吃了吗? 哪吃了,还在手上粘着呢? 他特别聪明 他把果在外边的香蕉都给吃掉 然后把这药片就吐出来了 你又不吃药 你老吃这个 宝贝 你又不吃药 你老吃香蕉也不好 不然咱们试别的水果 放到苹果上试试 好吧 饲养员帮我们抹好了 这个不是饲养员 这是导演 药粉放在了苹果 和苹果上 还有苹果 来 来 咱试试别的猴子 他被那个 闻了吗 他在闻 来我试试这边这个小猴 他闻了闻好像觉得味道有点奇怪 但是还是吃了 饲养员平时喂起来 会有这么费力气吗 这个上面的一只 来 来 你走到哪儿应该跟到哪儿 把香蕉给我一下 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喂 我平常怎么喂 好嘞 然后终于看不下去了 然后你把苹果拿了 哦 对 在这个药粉放在香蕉里头 这样的 这种剧情我一般只在一些这个古代的什么后宫的一些这个里面 这个大戏里面看到 看到那些嫔妃吃粉笔 对 这样吃它就不会涂这个 这样就可以 原来平日饲养员不仅要把药 墨称粉 还要把药粉藏在水果里面 但是龙鸭那里还有另外一种钙片 猴子们会喜欢吗 两个这个 这是钙片吗 对 刚才我们导演给我的 这个他吃吗 这个 你先喂喂 这个比刚才那个 你喂喂 有点水果的 有这浓浓的一股水果和奶奶香的味道 你有吗 我没有 那有一只 那有一只 好你过去 我帮你吸引这边的 好 快点啊 好 给你 吃了 毫不忧郁的吃了 吃了 吃了吃了 今天就腌进去了 嚼不嚼 看来这种有味道的钙片非常受欢迎 另外一只也吃了下去 那为什么饲养员不为这种钙片呢 那种钙片补盖的那个效果不如这种 它就多吃两片 钙的效果更好 这个补盖 它吸收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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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儿童用 这个就是成人用的 任务当中完成的就是最让人细费 又真的是育库无类的 就是我们为他钙片 他不吃就算了 他拿这个钙片砸我们俩 就往出炒 我俩扔就不高兴了 对 肯定给他不好吃 幸亏有您们二位帮助 我们才能算是勉强地完成了任务 勉强完成了 这样 还有没味道的 我们再帮您喂一喂 好吧 好 好 咱们进去搬 猴子吃下去了钙片 但是湖南的跳铁头正在经历生死考验 2012年7月 湖南陈州满山自然保护区的公路上 一个身影正在缓慢地游走 入夜的山路漆黑而寂静 透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恐怖气氛 就在这时 几辆摩托车从远处急速驶来 车灯闪过的瞬间 摩托车从那个黑影的身上 飞驰而过 芒山 处于中国南岭中段 这里山高故深 森林苍蕴 在这片温暖而潮湿的 芒芒大山之中 千百年来 隐藏着一种 长着白尾三角头的巨型毒蛇 芒山烙铁头 陈远辉是这一神秘蛇种的最早发现者 一生都致力于芒山烙铁头的保护和研究 然而正是这种 他最为珍惜宝贝的蛇 成为了当晚车祸的受害者 得知芒山烙铁头受伤 陈远辉立即赶往现场 此时 蛇的状况 已经不容乐观 找到他之后 就在公路边上 大概有一两米远吧 看到这个蛇 当时已经就颈部受了伤 再出血 他的皮大概有二十多公分 全部擦伤了 里头的肉就露在外面 看到那个情况 我估计会有问题 所以我就想把他带回来 就给他进一些急救的治疗 芒山烙铁头的种群数量 约为三百至五百条 极度边微 被称为蛇中大熊猫 2008年的陈州冰灾 给这个脆弱的种群 以致命打击 陈远辉甚至一度认为 他们已经灭绝 没想到 这条蛇 幸运地躲过了那场严寒 长成了一条 体长两米的成年蛇 然而他堵过了天灾 却没能躲过这场人祸 城头往下面是 大概七寸的位置 就是蛇的心脏的位置 也是蛇最重要的地方 刚好这个心脏的位置 被这个摩托车压散了 七寸是蛇心脏所在的位置 一旦受伤就很可能丧命 因此民间有 打蛇打七寸的说法 如今芒山烙铁头 最重要的地方 被摩托车严重压伤 几乎等于宣判死刑 如今 心头至宝再次面临生死考验 即便有一丝希望 陈远辉也要尽全力抢救 然而 面对如此严重的伤势 跟蛇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陈远辉 却束手无策 沙子啊 什么灰填泥巴啊 要杂物啊 洗干净之后 它就给它缝起来 我自己做不了 后来就想办法联系医院 由于附近没有动物医院 为了救活这条重伤的蛇中大熊猫 陈远辉只能求助于救人的医院 幸运的是 经过多方联系 陈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答应收治 芒山烙铁头 第二天一早 陈远辉立即赶了过去 一番讨论后 医生很快做出了 一个初步结论 当时的蛇 大概有30公分的皮 都是斯托山 创面污染蛮厉害 如果是不救治的话 它的创面会感染 或者是进一步的 那就也可能导致了死命的危险 要想拯救 芒山烙铁头 医生必须立即为它 清理窗面 缝合伤口 然而 这条蛇受伤的位置 十分特殊 近距离的手术 将给医护人员 带来巨大的风险 一切都是第一次 救人的医生 给蛇做手术是第一次 为蛇实施麻醉是第一次 野生的芒山烙铁头 接受手术和麻醉治疗 更是第一次 这条重伤的蛇中大熊猫 到底能否被救活 结果 谁也无法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场不同寻常的手术 即将接近尾声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努力 严重撕裂的伤口 慢慢被缝合起来 然而 陈远辉悬着的心 不但没有放松下来 反而更加紧绷了 因为他发现 蛇每次呼吸的间隔时间 越来越长 眼见这条蛇迟迟未信 心急如焚的陈远辉 开始猜测 在蛇的身上 会不会存在着 他们没有发现的 更严重的问题 状况还是不太好 后来我就想一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 干脆如果上医院 他愿意做的话 还想做个CT 经过商考 昏迷中的芒山烙铁头 被放到了CT机上 随着机器运行 很快 医生发现了 让他们震惊的伤势 胸脑关节有脱位 胸骨和胸骨之间的关节也有 错位 才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他刚好是在 肺部 气管 我死到那个部位 由于伤在内部 且蛇跟人的身体构造 差别很大 医生根本无法医治 只能依靠他自身的修复能力 这无论对芒山烙铁头 还是对陈远辉来说 都是个致命的大击 四十分钟过去了 蛇始终没有苏醒 第一次麻醉室 手术进行不到一半 它就开始慢慢蠕动 但是在追加了同样剂量的麻药后 直到CT扫描完成 它都没有任何动静 面对这条不幸的芒山烙铁头 陈远辉想尽所有办法 用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抢救他的生命 只要他苏醒过来 就有活下去的希望 但是 时间在漫长的等待中 慢慢流逝 似乎预示着 一个可悲的结局 一个小时过去了 就在大家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 原本一动不动的芒山烙铁头 突然动了一下 芒山烙铁头苏醒 也正式宣告 手术成功 从不幸遭遇车祸 到被送往医院抢救 再到接受青窗缝合手术 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中 这条重伤的蛇中大熊猫 经历了一场生死大考验 幸运的是 在陈远辉和所有医护人员的 努力下 他终于恢复生机 活了过来 小柯在动物园 过完了最后一天 他们在动物园中 帮助了这么多动物 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 动物和人都是人 我们要善待自己周围的 动物朋友 要么 人都是人 来自行动物园中